今天的话呢讲的是这个part one 相对来说话会比较简单 就应该就是说简单很多很多 那就算是老学员的话呢 那我看过了 这个题目都有看过了 没什么难题啊 这个大概我们这一次的话 是多了15个是上个 大概是15个左右 上个季度没有练的 就是这个季度新体了 就所谓的新体 但其实都用那个 十个字路的词佛的话呢 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的话大家就直接去练习就可以了 那么新的同学的话呢 就还需要可能需要我带路一下 就是稍微就是说几句应该是怎么样用 然后这个因为我就是 我之前就是在写这个part one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做的东西 可能我自己的这个习惯的问题啊 就做的东西大家都在讲喇叭 就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个历史文化 就简直就是 待会儿要去摆读一下 这个喇叭是什么东西 然后 那个 我刚刚是讲到啊 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说我差点把老公弄哭了 就是因为讲了 就是当时在写这个part one的时候 我说我自己做的事是一个蛮极端的 就是如果就是 明明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就可以解决所有东西的话呢 那我就会用那个很小的那么一顶 那么我在就是一个思路的话 大家可能还记得啊 这个想一下 如果是说要用那个时间啊 就是你要有钱的话 也要有时间玩才可以啊 如果去讲到时间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般会用到什么样的思路来着 时间要么就多 要么少嘛 OK 时间的话 我们昨天讲这个part three啊 看还记不记得 对 如果少时间的话呢 就是方便嘛 对啊 那下面另外那个的话呢 是讲那个生活 生活这个方式这些东西的 对 主要就是方便的这一块 那么 就是老学员可能会知道啊 我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一个懒人 然后的话 就是生活上面啊 那然后的话 我会用方便这个的话 就是写了很多很多的题目 那么大家就是 就是你在用那个 就是心题的话呢 虽然就是还就是一直在更新 但是心题的那个 就是有能够用方便的话 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在练part one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给出那个思路 所以你就看到 我那后面写的方便这两个字 就出现的频率非常的多 但是大家的话呢 可以去采取这一个 然后也可以就是 在另外继续再去想 其他的东西 主要就是 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 那可能就是你在家里面 会比较多的话呢 可能朋友和家人的这个思路 你可能可以就是 说很多的题目 这个待会的话 我们也会来练习一下啊 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节课的这个 就是上课的这个 主要的内容的话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part one分两类 但其实的话 你就你就想了 就是一类就可以了 就是一类 然后就是用这个 主要的话就用这个 十个思路的词货去解决 都没有问题啊 那主要分成两类的话 主要是去有一些东西 就没有办法 就是你不需要用到 那个思路的 比如那个 就你的这个 早上的这个 就是routine是什么呀 你还是要说一下 你的routine 比如说起床啊 然后背单词啊 然后就是今天刷牙 这些东西啊 那但是的话呢 比如说 哎 这个 呃 像是其他那些 不是那种什么 how often 不是什么where 不是where呢 这类题目的话呢 就都可以用十个思路来 那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把它分成两类啊 那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分 part one 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讲的话 应该就是问题不大 但是对于技术不好的同学的话呢 你应该就是 呃 就是练这个part one的话 会更加有自信一点点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我们就复习一下 就是之前讲过的东西 主要的话 就是挑出一些简单 就是挑出一些重点 然后呃 再来就是阐述一下 特别是就是大家练了十个思路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呃 对那种什么没感受的同学啊 就对于这个part two的话呢 也会很有帮助 因为呃 我们虽然就是说感受好想 但是比如就是举个例子啊 那在特殊情况 在在这个特殊场合吃的东西 那很多同学的话呢 选择的是这个吃饺子 然后里面的话 包那个就是 空外影子包那个硬币那种饺子 对吧 那好 那如果是说选了这个的话 我说哎 你这个这个 他就说啊 不不就不大好串题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他的感受是说 呃 我就是觉得这个生活的这种仪式感的话 是十分的重要 那 之前没什么感觉 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话 仪式感这个东西 就可以创很多其他的题目了 比如说这个什么有意思的老人呢 但其他人都不care的时候的话呢 那他的这个呃 这个老人家的话呢 就是注重每一个events 对吧 那这种的就是呃 就但是这种感受的话 好像不是那么好去 不是那么的tangible 嗯 就是不是那么好去把握 那可能不是没有办法 就所有人 你就吃个饺子 你就吃个饺子嘛 就可能没有办法 所有的人的话呢 都像我那样子 就想到说啊 仪式感的这个东西 可能的话也就是比较闲啊 就想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有了这十个思路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就是就是按照这十个思路的角度 去想那个感受 比如说在家人朋友那边 可不可以想一个感受啊 方便那边可不可以想想个感受啊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复习里面的话 我们会讲到这个呃 十个思路和这个part two的一些连接啊 然后到考试当天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这个如果就是呃 就在我的心里面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考试当天的这个心心态的话 你可以就是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是像是这种心灵鸡汤啊 就心理方面的东西的话呢 你说个呃 你说个半个小时 那这样子就我觉得是不为过 但是没有必要 就是你自己的话呢 就是提醒一下呃 自己怎么就是当天的这个考试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呢 就是说啊 你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你的这个休息的话呢 最好就注意到怎么样 因为不管就算你平时的话是九分八分的水平 你在考场上面一紧张 或者就是说呃 突然间脑子咳了 然后的话又是那种追求完美的这种心态 然后就一直在那里就是搜索词语的话 那我相信那十四分 大概口语的话就十四分钟左右嘛 就考完 就是这种东西没有办法让你就后面去 呃 就挽救的 就真的有就是很容易的话就一紧张一崩 然后都花了十几分钟就过去了 完了之后就后悔 就跟你去那个跟别人炒完架 炒完架才想起怎么样跟别人对啊 这种就没什么意义 对吧 那所以这个心态的话还挺还挺重要的 比如说那个呃 喝个鸡尾酒啊 就是或者就是去就蹦个地啊 就是你就是把自己的精力就削到 就是没有精力去紧张的那种情况的话 你会非常的relax 然后算了随便啊 就反正也没故习对吧 就啊 无所谓啊 这样子的这种心态的话反而会更好 所以这个你说公不公平呢 就不一定啊 不一定公平 就看你当时的这种心态怎么样 然后最后的话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practice更多的这个part one 但是在这个课程当中的话呢 也会就是会就是训练到这个part one啊 好 那昨天的那十个思路 大家就是有啊 昨天的十个思路这个词伙的话 大家昨天有背的打个七啊 昨天同学为什么打七啊 那打八也行啊 无所谓啊 主要就是想要就是跟大家有个互动而已啊 打个六啊 这个六这个分数 目标签啊 目标签好 那其他同学没打的 这个是还没有练是吗 这个不多啊 总共就那么几页纸啊 没找到在哪 不是就写好了 就十个思路 常用磁火文件 就在那个网盘里面了 没有背完是吧 没有关系 我们一边练一边背 都不是一些男词 基本上就如果在这里面你都有单词是新的话呢 那这个是一个警钟啊 好 第一个就是写一下这个 家里有矿 家里有矿的话就是家里有钱嘛 对吧 那这个可以就是可以说哪里呢 我不知道非常可以可以的啊 可以的 可以就补充进去啊 如果在就是家同学打的时候的话呢 没有那个的话呢 可以再补充进去啊 在哪里上网盘链接 好 well off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知道吗 好 那如果是说这个from wealthy background from wealthy 对啊 我们昨天有讲过的 CC rich someone is loaded beloaded 这个是可以的 好 这个这两个是我们昨天在课上讲的啊 那好 那如果是说这个财政方面的话呢 比较的安全 那这样子大家能够反应过来吗 财政方面比较的安全啊 好 应该是financially secure financially secure 前面的话肯定是一个副词嘛 因为secure是一个形容词啊 修饰形容词的话只能够是副词了 financially secure 好 那讲到这个什么修饰形容词 就是必须是副词的话 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啊 这个也是当地我们肯定会用得到的 这个对环境友好 这就是环保吗 Eco-friendly Yes 对 我想要大家打的话 那是那个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我经常听到有同学说的话 是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那这样子就是这个 刚刚才讲完啊 诗涵同学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因为friendly是一个形容词嘛 那你修饰形容词的话 只能够是副词啊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good OK 那前面那个话 financially secure 就记住了 就不能是financial secure 这种就词性不分了 好 那如果是说 哎 过上好日子啊 我觉得我们现代的话 可能不怎么说过上好日子 我们就是生活挺好的啊 就这样子 但是 过上好日子 生活好 就这样啊 那我们讲的这个好日子的话呢 尝试一下 用一下那个就是 比较的 我们讲比较的得体的那个词 像大家打的什么good life啊 这种话 尝试去换一下 得体的 OK好 decent make a decent living make a decent living 就是也是赚的钱多啊 然后有一个就是好日子啊 那好日子的话 如果你真的就是要 就是一对的话 就是have a decent quality of life 对吧 那这种就是好日子 舒服的日子啊 对 make a decent living 的话呢 就是你的赚钱 比较的就是好看啊 就是反正就是钱多啊 赚钱多 那have a decent quality of life 那这个就是好日子了 那大家就是尝试一下用这个词 因为你刚刚打的那些的话呢 肯定就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那本来有的话 你不需要去用它 你基本上也就是 呃 反正到你没词的时候 你也能够想得出来啊 所以的话 你现在要学一下新的 这些也不难嘛 对吧 那像是这个decent这个词的话呢 我们大家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啊 像decent这个词的话 我们用的也比较多啊 比如是说 那个 讲到这个 人的话呢 你说什么品格啊 什么学校教育 这种东西啊 我们会讲的是 得体的市民 如果你真的是要一字一句的翻译的话 但其实的话 其实就是做个好人啊 那如果是好人 你不 你就你马上的话 想到是good person 对不对 但是可以应该是 yeah decent citizen啊 就得体的市民啊 对 好好 呃 我看有同学在问什么 这个口语词汇啊 那现在的话呢 就你找到的话 也没有办法去背了啊 所以呃这个客户的时候再去弄 这个都在这个之前的网牌里面啊 对 decent citizens OK 好 那那我们刚刚的话 讲到那个高薪的话呢 是high salary 所以我呃就是赚钱多的话 decent living 那如果是说找到一个好工作 找到一个好工作 我不要 就好工作的话 我就说钱多了这个工作啊 yeah decent job that's very nice 啊 好 decent living decent quality of life decent citizen decent job 就是非常的versatile OK 就是呃 我刚才有人打decent job 的这种就是 记得前面加加上这个不定贯词啊 就反正就是你练名词的时候的话呢 你前面就是要加这个啊 不定贯词 呃 细心注意一下 我们没有那个gain 我们不说gain的decent job啊 好 那刚刚我看到同学打车 我们的那个词汇啊 find a well paid job 也是可以的 well paid 就是高薪嘛 那这样子大家先把这什么 high salary啊 这种东西的话 先去放弃啊 好 那这个是高的收入 那如果是说穷呢 最近手头紧是吧 我们刚才讲的 是呃 我看到同学打的是disavantage 啊 disavantage这个词的话呢 我们不在 我们一般不形容个人 但是的话 我们在形容一个呃 市区啊 或者是一个国家 一个区域的话 会用这个disavantage比较多 呃 那我们讲人的话呢 会说啊 those who are fromdisavantage background 那这有可能会讲了这个啊 好 很好啊 嗯 这个是 我看到打 有同学都打到了 一个是money is tight 那这个可以去记一下 tight这个词很简单吗 就非常的紧啊 这个钱很紧 那就是穷了 那下面那个的话呢 是有一个叫做tight budget live on the tight budget 29号 好 我看到同学打到了啊 live on the tight budget 收入不高啊 比如说啊 这个呃 就是你觉得就是人们的话呢 会不会冲动消费呢 啊 那一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个会想到是说啊 会冲动消费 然后下面这个话就不懂得怎么说了 但是我唯独有了一个词 我唯独会的一个词的话呢 是money is tight live on the tight budget 假设你就只会这个词 你觉得你的观点要不要去改一下 要不要去屈服一下 不要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去表达自己会表达的东西啊 好 你就只有live on the tight budget 然后人家问你说你觉得人们会这个冲动消费吗 那你的你的观点应该是 这是poth 对啊 只能不会啊 然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上这个词货了嘛 对吧 或者就是说 it depends 也可以啊 下面直接就是说 for those who live on the tight budget it'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buy something unnecessary 好像假设你可能就不大会什么impulsive 这个impulsive shopping的这种就词货啊 那起码不会买自己不必要的东西 这个就把它转变过来 那这个单词的话应该还是会的啊 对 或者说啊 不会啊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那你也不会 你大概听懂 听听懂他的意思啊 就是那种就是说什么冲动消费 我大概就是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copy不到你 那你说 你就啊 if that's the case or if people do that 那that就只在人家说的那个了吗 那就不用就copy人家的词了啊 那they will live on the tight budget no they will not live on the tight budget um uh they will have less money this is the worst case or this is a terrible situation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live on a tie budget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 越多越好 就impulsive shopping 这个还是挺 还是或者是shopper on impulse 这个都是 比较常见的这个词吧 好 anyway 我们下面的话就说一下这个忙啊 我们十分的忙 他没钱肯定是因为闲 tie schedule 对 同样都是一个type 那你就可以把两个字记在一起了 那如果你是因为你是有一个type budget的话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一个type schedule 那还有的话呢 我们忙的话会记得是这个busy right 那下面的话就live a hectic life 这个hectic这个词是我们要去学的 或者是说你要尝试去用的 可能看着你懂 但是的话你说的话不说 那下次你任何时候想要说busy的时候 你就说haptic life 好 那再往下的话呢 如果是说我不喜欢 我很忙啊 然后的话压力也很大 这个高压的工作 我不喜欢这种高压的工作 high stress high stress high stress jobs jobs是一个课书名词 yep workload heavy workload a heavy workload ok 好 再往下 这个的话呢 是讲的是这个费用价格的 这个这一块 那其实的话就跟这个钱有关了 那如果是说讲的这个价格非常 这个好价格 如果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好价格 大家能想到什么样的词呢 今天还有新同学加进来呢 刚刚看了 很好啊 reasonable 看来是有去背的啊 然后的话 或者你可以就是说的是好价格 买得起的就是好了 买不起的话就是不好的啊 那你说了好 那肯定的话就是你买得起嘛 那还可以用什么呢 yeah affordable啊 好 那光在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在做的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把这些就是你看起来 就是觉得 如果你一次一次翻译的话 要非常的就是文组组 你不会就是说啊 这个价格十分的合理 你平时一般不会这样子讲话吗 就是说哎 挺好的 挺便宜的 你会这样子说 那你讲便宜的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说reasonable affordable 也不需要说这个cheap啊 yeah yeah 或者是说 有可能是达到的good value for money啊 这个也在我们这个表上面 represent good value for money is a good value for money 好 那如果是说哎 买不起 买不起的话 就让人家就是 嗯 去砍价了嘛 那嗯 这种 哦 对 也可以就是翻译成这个性价比啊 其实没有性价比这种东西吧 在合理的这个市场经济之下的话呢 应该是越过越好啊 好 那再往下的话呢 是说哎 这个便宜点啊 把这个价格就是砍一点啊 老板能不能便宜点给我 如果这个老板能便宜点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有冲动消费了啊 那这个cut the price yes 那还有吗 cut the price 就是直接就把这个切了啊 对吧 好 那lower the cost 应该是cost lower the cost 这个是另外一个词 cut the price lower the cost May I get a discount ok get a discount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呃 你是get a discount 那人家的话呢 是offer 那offer discount discounts 是一个可属名词啊 你说er discount 或者是discounts 这种的话就需要我们额外去记的了 因为就是到了我们这种就是也就是到了考这种level的这种试的话 他不是说十分高level吧 但是呃不像是以前初中小学就是学了那种就可属不可属 就是那种可以数得到的啊 那像是discounts这种话你听起来就比较的虚 那这种但是它是一个可属名词 所以你要另外去记啊 好 那我们往下 往下的话呢 是哎 如果人家就给你打折扣的话 那你这个就是买的挺划算的 哎 买的挺划算的 如果你查字典是可既可属又不可属的话呢 那你就是随便用了 但是一般有很多词的话呢 它是既可属又不可属 是指那种在某一些情况之下的话 它是可属 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它是不可属 比如说performance performance 如果是表示的是表演的话呢 它是可属的 那如果是说表示表现的话呢 那就不可属啊 好 你买的挺划算的啊 这个save money is cost effective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两个词的话都可以加在我们的这个表上面啊 get a good deal 非常好 get a good deal 这里面四个单词应该没有一个是男词吧 但是就我们用的时候的话就不怎么会用 那就是多用它几遍就可以了 今天去去买个东西啊 刷个微信 完了之后的话就get a good deal 就是在脑子里面不断的去徘徊啊 因为这些磁火的话都是你可以放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了 你今天就是拿这个磁火就是出去走一遭也就是你也就是能够呃 真切的体会到这些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的啊 反正亚瑟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非常接近期的一个考试 好 那再往下啊 这个太高了啊 太贵了 让我意识到这个生活的困苦啊 太贵了 你这个贵的话呢 这个费用很贵的话 可以说什么呢 或者是就物品很贵的话 pricey啊 对pricey price这个词我们都会嘛 那你直接加个whypricey就好了 这个今天出去走一遭这个我觉得中国的物价还是挺贵的 反正之前回国的时候觉得买不起买不起 大家觉得什么国外的东西好啊 什么国外东西贵 但是我真的真心觉得国内的东西很贵 yeah costly overpaid 这个不是很合适啊 我们讲这个物品很贵的话呢 我们说我们不会说this product is overpaid right 好那下面一个too pricey 或者是说costly 这个可以啊 too expensive 这个词是我们本来就贵了的 那你不需要去额外去寄啊 反正这讲到贵的话 大家就只会想到 expansive 那你可以说pricey嘛 好 那下面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哎生活很困难的话 你不能够嗯 就哎这个日常生活都解决不了 什么柴米油盐呢 这些就是 厨房里面的柴米油盐呢 吃穿玩乐啊 这些啊 都解决不了 哦 日常生活 好 这个可能 我看来同学打到了啊 对啊 这个是unable to cover basic needs 因为这些的话就是basic needs嘛 那你不能够去cover 那这种的话就是basic needs 这种每个每个单词打出来你都会对吧 合在一起的话你不常用 那这种也是也是放在生活里面啊 你的basic needs什么呢 想一下 你去吃个早餐啊 待会吃个午餐啊 点个外卖 这些就是basic needs 你的在听课的时候的话 有瓦遮头 不至于就是什么 餐风露宿 哎呀那个成语 反正就是在外面很可怜的那种样子 有个瓦遮头 然后有个饭吃 这种就是basic needs啊 那我们一般的话就讲到这种就是消除贫穷啊 这种话题 还有政府啊这个话题 反正就是生活贫苦的话 那这个呃政府也是会起到一个作用的 那这些话题里面都可以用得到啊 虽然是有简单的一个词货 好那我们讲到方便了这个方便我说他可以就是 嗯涵盖很多的题目 那像是什么convenience啊 还有这个save time啊 这种应该是简单的 我就不问大家了啊 能不能再说一下省时间 就稍微不那么就是我们不怎么会常用它 但是我们应该常用它不怎么用啊 不要省时间的 Yep come in hand come in handy的话是那不是省时间啊 对应该是time efficient啊 time efficient 就是这个时间花的挺好的对吧 那这种就是我们在讲什么工作话题啊 效率话题啊 还有这个嗯 讲到这种科技啊都是都是time efficient啊 那如果是说呃省时间是这个time efficient 那如果是说省精力呢 其实省时就是省精力 明有呢 所以这种也可以讲到一旦你可以和他扯到 关系的话呢 你的两个观点就出来了呃 第一个的话他省时间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他省时间做的省精力啊 saiyo 呃 这个就讲到这种什么时间管理啊 现在的话流行的是这个经历管理嘛 那建议大家在这个被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少会少逛一些这个淘宝 或者是说其他需要你去用选择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的话也会发现就是 你在逛淘宝的时候的话呢 可能就下单那课会蛮有这个满足感 那sense of satisfaction或者是买到你想要的东西的话 有个sense of achievement 就这个也可以是一个sense of achievement 但是因为你在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啊 做的选择choices you need to make choices constantly 这样子的话就会花你很多的这个精力啊 那这样导致的你在其他的这种学习科目上面的话呢 就没有那么多的energy 好那ok 那这个就刚刚在做的一个小片段的话呢 有没有就是除了告诉大家 就真的这个也是一个真实情况啊 就是不要真的是少逛一些 自己也很爱逛 但是就真的是发现他有一些draw back 那另外一个点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比如说你刚刚在到了现在 因为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一页了啊 就是刚刚那个sense的已经是一页过去了 那么在这一页你过的时候的话 肯定有你本来就懂的 那你那些不用管 不用管 本来就是你的话呢 他再怎么也是你的 然后的话你就进那种新的 新的那种词的话呢 就是利用一个你生活当中一个小片段 把那些词就是联系在一起 你中文一边讲一边的话呢 就是哎 讲到我可以用到这一个词了 我可以用到省时了 那就可以把它就是变成这个英文 然后就把你新的词就串在一起 这样子你去重复的时候 你永远不是在重复一个词火 你是在重复一堆的词火 这个会更加有效率一点点啊 好 感觉挺熟悉 用的时候不怎么想得到 那应该就是 就只是感觉嘛 那还是就是完了之后 你还是不断去重复 就像我刚刚在给大家说的话 你用一个片段的话 其实就是把它放在一个上下文 这个场景里面 这样子你一讲 一来到就类似这么一个场景的话呢 你就更加容易能够想起它啊 就还是要去用到 好那继续往下 我们讲到这个省时的话呢 刚刚是讲到这个Time Efficiency 那如果是讲你在就是 在下面下面那个话呢 是上面是时间省时嘛 就时间上面很方便 那下面的话呢 是这个地点很方便 我们讲到这个地点很方便的话呢 你可以想到就是说 我说这个在线课程的话呢 十分的方便 你能够想到什么样的这个词火呢 就跟这个地点相关的话 如果是说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都可以上课 这个是网课的好处 Anywhere 随时随地啊 那这种话那个地点的那个where的话是放在前面的 是anywhere anytime啊 好 那我刚刚就说 哎这个 挺方便的 上课 你不用管你在哪儿 我们白话的话 我们大白话的话就是这样子讲 对不对 不用管你在哪儿 不就是anywhere anytime啊 那然后也可以就是用 如果我翻译成这样子啊 就是带来很多的灵活性 Rensibly accessible这个是 你很容易就是拿到 很容易就是接触得到 但是这个跟我们那个场景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对你可以就是说 has brought a lot of flexibility 对带来很多的灵活性 但是你大白话的时候 你不会这样子讲话 你说啊 这个上网课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灵活性 不会这样子 直接就是说很方便 那这个的话就是 哎那下次我再讲到方便的这种时候的话呢 如果地点上面方便的话 你能不能够就想到就是什么 anywhere anytime has brought a lot of flexibility呢 is very flexible 这个都可以啊 好 然后继续往下 呃如果是说就是 这真的很方便 但是我不想用那个形容词 我还可以怎么样呢 比如说微波如 它就是一个 它很方便啊 我不想用形容词 或者就是我们平时习惯用的时候 哎这是一个神器 其实所有的神器的话都是方便 你可以说 it's a convenience it's a convenience 我刚刚说不想用形容词 大家这个beneficial beneficial的话就有点太大了 it's a convenience 啊 说这是一个神器啊 什么东西的 永远都可以想 那时候 it's a convenience 啊 好 给我的生活带来便利啊 这个也可以 好 往下 呃 往下的话呢 是这个呃 刚刚的话呢 是时间很少 那现在我是时间很多的话呢 我们就记一个就好了 其他我觉得还蛮容易的啊 我们讲时间花了好多 浪费我时间 不说a waste of time 的话你还可以想到什么 对啊 time consuming啊 很好很好 time consuming 那对应的话呢 那就是耗费我的精力 energy consuming 那这是另外一个吗 ok 没有问题 那继续呃 继续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就知识方面的了 知识这个呃 我不知道就可能 呃 反正的话就是因为自己是教育行业的 所以的话呢 对于就是知识这一块呃 可能感受比较深一点点 然后不管讲到什么东西的话 就是说我觉得教育还是挺重要的 总得有人教你才会吧 不管你想要去保护这个 old buildings 还是呃 想要什么这个呃 解决那种就旅行的时候 大家就是随地就不文明的那种现象啊 所有东西的话好像都跟教育有关系 或者就是这个呃 随便的话呢 就那种 就随便伤感啊 就部分人 那随便教育部分人 那这种话其实也是跟这个校就是这个呃 教育有关系啊 好 那这个往下 我们看一下那个是知识深入了解的这一块 嗯 如果是说获得知识 我们是要用哪一个动词呢 我们是要用哪一个动词呢 gain啊 对 gain knowledge就可以了 那acquire的话 我们不许 嗯 我们也 我们不说receive 我们不说receive啊 gain 就简简单 大家带个gain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就是有这个知情权 就是我 我得 我得知道 大家想到什么 就好像我们之前在练的part two的时候啊 这个嗯 没有告诉你全部的事实 这个不对 因为我们有权知道啊 对 be informed 这个be informed这个词 呃 可以继续记一下 那除了用这个be的话呢 还用keep啊 keep informed about 好 那呃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更加好 能够理解人家啦 我们如果你不说understand others better 还可以用什么 把它转变一下这个词性啊 什么狭隘啊 什么样的歧视啊 都是因为读书少 真的 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读书少啊 那你读的书多了 就更加容易好的去理解其他的文化啊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ok 如果这个你理解了 那其他人呢 文化会非常 under put yourself in other's shoes 好 那呃 但有的人的话呢 他不了解知识的话 其实也不能够怪他 是一个 我们说结构性贫穷啊 structural poverty 那说大了是结构性贫穷 那其实说成大白话的话 就是 真的没有办法 真的是有人 真的就是输在气泡线上的啊 那呃 比如是说一些rural areas 有些乡村啊 我们讲到这个教育话题的时候的话呢 会讲到就是这一些 讲到就是小城市啊 或者是rural areas啊 就是那种就乡村啊 或者就是这个呃 不发达的这种国家啊 其实的话都可以讲到啊 那像是在这些地方的话 我们一般讲到他们 讲到知识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知识啊 信息啊 资源呢 就讲到这一些地方的话呢 可能就是不好的啊 那如果讲到 这个信息很有资源很有限的话 你可以想到什么 这个我这样子讲的话 你应该能够想到啊 对应该是limited这个词 但是平时的话 我们会没什么资源 那如果说没什么资源 那你就能够翻译过来 就口译过来是 这个啊 这个资源很有限啊 那呃顺便的话 就会讲一下这个 讲到这个口译 就翻译的这个事情 呃不要去相信 别人是说啊 你不要在脑袋里面去翻译啦 这种这种东西能控制的吗 就像你 你叫我不要去吃东西 这种东西不能控制的 就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的话呢 在一开始 我们就只会中文的话 这种情况你去练一个新的东西 你肯定要靠的是这个 呃翻译 还有的话呢 是一些背诵一些句子啊 你不可能就是不翻译 而且的话你不用去担心 就是说那这个呃翻译 我一直翻译的话 它就会慢啊 你会成长的吗 你翻译的时候的话呢 你到后面的时候 你这个速度会逐渐增加的吗 那一开始的时候 你小学 你小学幼儿园 Morning 你还要反映一下早上好的意思 那你现在 人家跟你说Morning 你马上就Morning就过去了呀 Darling 那你就就Darling就过去了呀 你不需要反应了啊 就慢慢的话呢 会越来越快的 就是后面的话 你才能够说不翻译 但是前面的话呢 你就不用管 反正的话呢 你就是 你肯定就是会要翻译的啊 不用有那种心理的限制 你爱怎么学就怎么学 反正最后学到了就行了啊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 是这个 如果是说资源很有限 学不到知识 好 学不到知识 你现在想要怎么样去翻译它呢 yeah have no access to 这个很好 have no access to 没有没有这个渠道嘛 access ok 好 那如果是说学不不不不啊 fail也可以啊 fail to gain knowledge fail to gain 那我们就是 做不到什么东西啊 不能做到什么东西啊 你就是fail to 你就养成就是fail to fail to 这个就可以了 啊就是 昨天没买到票啊 你就说 I didn't get the ticket 也可以说 oh I failed to get the ticket 也就是 做一个转换 因为I didn't 你已经会了嘛 那你就 I failed to get the ticket ok 好 那刚刚用到那个limited的话 大家也说到这个access啊 你可以用limited access to education to information limited access 好 往下 朋友跟家人 如果你说搞好关系的话 搞好关系啊 搞好关系 这个要想那么久吗 develop a close relationship how close 我觉得用close 除了good good就不需要去记了 因为你本来会的啊 close 亲密的 还有吗 have a sense of closenes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这个也可以啊 还可以是strong啊 strong close maintain a strong relationship 确实就会搞好关系嘛 然后再往下 如果是说的是 这个我们昨天有讲过了啊 这个是多陪陪家人的话呢 多陪陪家人呢 陪家人 你不会说be with them move啊 多陪陪家人 bonding啊 quality time 对了 陪不就花时间嘛 人家不用你砸钱了 只要花时间就可以了啊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family 好 那下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讲到这个 哎你经常就喜欢跟人 谁在一起啊 或者就这种反正 怕我问的话 都会问你一些 你生活当中一些话题了 那跟就是 跟我们的朋友的话 有话可讲 有话可说 有共同话题 common interest啊 对common interest的这个词 然后还可以什么吗 talking points yes talking points share interest啊 这个我们可以把 在这个share interest的话呢 把它写在这个common interest的旁边 如果现在的话 你没有这份资料的话呢 你就是写着common interest 然后share interest就可以了啊 对 那还有的话呢 像是这个share share 就有一个就是d在上前面 后面就作为一个形容词啊 那如果你本来已经用 已经会common interest的话 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学这个了 你就学share interest ok好 聚会 交朋友的话 肯定就是不同的聚会上面的吧 好 聚会啊 我们能想到什么样的词呢 gatherings啊 那如果是说社交聚会 是不是才能够想到 social gatherings啊 不说party了 不说party了啊 其实那个 不一定是个party啊 social gatherings 好 那如果跟关系不好 关系不好 可以用什么词呢 isolated yes pull就不学了啊 就你会了啊 就我觉得大家都会啊 这个 isolated是一个 然后的话呢 disconnected 没怎么联系 对吧 disconnected 是可以的 那大家再补充一个的话呢 比如是说 distant distant就是距离的那个词啊 dis 然后面的话呢 是tant distant 好 这是三个 我们讲到不好的时候的话呢 你不要用bad or terrible 不是说你不能用啊 我这个在讲课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是学一下 就是学新的东西 那用isolated disconnected distant 这些词的话呢 是 distant t-a-n-t 这个会比较的常用一点点 好 环保这个话题的话 就是这个肯定就是我们的当机话题了 因为有一个环保人士嘛 那刚刚大家已经说了一个 emortmentally friendly了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 讲一下 如果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 然后有这个不好 就是这个身体不好啊 好 我们讲身体不好 你肯定要讲到人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了嘛啊 poor health 那前面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动词呢 suffer啊 对 就是 这个漂亮点夸 就刚好有同学就给出来了 suffer from poor health 非常好 那就记住这个词 就是遭到什么呀 啊 这种 就你翻译的话呢 可能就翻译成 就是要遭到才能变成suffer 但是平时的话 就是说 哎 身体不好 那这个 或者就是说 哎 不小心 这个 呃 感冒了 不小心生病了 那反正就是这种 反 就不是那么 积极的事情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一个suffer啊 好 那 呃 健康那方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呃 就是说一个啊 这个我们用那个 呃 经常就是经常念 经常锻炼那个动词 我们可以用什么 exercise regularly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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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ok exercise regularly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了 那 work out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是说 呃 保持 经常锻炼的话 可以用那个 maintain那个词啊 但是我觉得口语里面的话 你就是用exercise regularly 也没有问题 ok好 最后两个啊 第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 我们讲到娱乐的时候的话 就是减压 我们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减压神器 那刚刚开始我们讲的那个的话呢 说哎 这是一个神器 那基本上神器的话就是便利对吧 exercise convenience啊 大家还记得 那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减压神器的话呢 是对啊 stress reducer 呃 stress reducer 这个前面的话呢 是加上一个呃的啊 stress 压力 reducer 就是减少的那个东西啊 好 对 这个是减压神器啊 你就这样子翻译 那 这个就是 对于减压很好 但好像 现在广告的话都会比较的夸张 不在不大会这样子讲话啊 好 那下面那个是 啊 平衡工作与娱乐 这个就 要翻译成娱乐才能够 强到这个了 嗯 对啊 balance work and flash啊 好 最后一个是 显摆 显摆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 中文讲的这个吹水啊 show of show of show of wealth 嗯 好 我们来注意来看 听一下啊 这个的话呢 我不会就是打这个 我不会打字啦 因为本来泡沫的话 你本来就是要去 嗯 读 不是啊 你本来就是要去听 好 啊 下面这个注意一下 假设我们在讲的话呢 是这个 where you live your home where you live where you live 这个话题的话 你抽到了是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五十 就你要么的话 是抽到这个话题 要么的话呢 就是 如果你是在海外厂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问说你的这个 呃 家乡的这个词啊 就呃 家乡的这个话题 就会问说 where you from is it easy for you to get here 就是都是这一些 就固定了的啊 如果是在海外的话 海外厂都是问 你从哪来的啊 然后的话来这容易吗 啊 就就这一些啊 好 或者就是啊 你这个 在你的家乡的话呢 休闲的时候 你喜欢做什么呀 这种就是感觉就好像一个 就是老大爷 或者是老大娘啊 就是对你的生活 是分 就装作对你的生活 是分感兴趣 就问你很多的话题啊 好 假设我们现在讲的话呢 是这个where you live 然后你听到的题目的话呢 是说 um do you like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do you like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那你可以用到的词货是什么呢 用到词货啊 你不是要跟我说一个完整的一个答案啊 就是一个词货 你不要打中文 因为你打出词货的话 我就知道你想要就是 嗯 说 not that much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十个司货的词货啊 刚刚学习的复习的也没这么多 也没没这个啊 好 it's a convenience frently frently people yes strong relationship的话我就知道了 你可能的话就是说这个 可能是一个small city对吧 然后 we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或者是 讲到的是一个家里面的话呢 就讲到家庭的话 通常就觉得like the place啊 那应该是比较大范围的一个小城市啊 小地方啊 这样子 很好 我看到同学的话讲说good job prospects啊 对 well developed transport system啊 这个是交通很便利对吧 ok 好 anyway anytime 这个就很难去想到你会就是说哪个方向 好像哪个方向都可以用 但是你还 但是你用的角度的话是便利的这个 ok 就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会看到大家打的话呢 大家现在就讨论区里面的话 起码有十几十种这个part one 那么你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对我来说 因为我就写方便的话呢 就是写的非常的多 但是你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用的这种friendship会比较多一点点的话 那你也是形成自己的这么一个套路 就是不管你讲什么啊 我大概的话呢 都可以从这个思路上面去讲 但是因为你的词汇的话不会去 你的词汇不会一直不变 所以你不用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啊 好 那下面再往下一个啊 就是同样一个topic了 do you think you will continue to live that for a long time 有一点点长 好 再说一遍 do you think you will continue to live there for a long time 同样的啊 大词货啊 yeah decent job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 we've got a decent job here definite to live here for a few years okay you is a convenience是吧 make a decent living 就在这边有很多钱呢 对你可以用钱的这个 我觉得钱的这个话题的话呢 就非常的 昨天有跟大家讲啊 是钱时间对吧 还有的话呢 是这个健康 主要的话 因为钱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都说什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啊 其实富浪人的生活的话也是一样的 他就是你生活当中就是处处都需要的东西 比如是说哎这个就是你喜欢这个城市吗 会怎么样 你可以跟自己的生活情况的话 就是弄在一起 说我这边站的就是挺舒服的 所以我当然是很喜欢啦 就是或者我不喜欢这里 因为的话我这边很忙啊 就是很hactive life okay 好 do you think we continue to live here for a long time 他的意思是 你觉得你会长时间的住在这里吗 okay 好 那我们继续啊 再继续听 这里的话呢 是我们 let's talk about 因为他这个park let's talk about cities do most people in your country live in cities 直接打字货啊 yeah decent job decent living because cities represent good opportunities amazing opportunities 城市的话就意味着很多的这种资源嘛 那肯定是的 yes of course you can have access to education to excellent education to good education or to medical services 这个都可以啊 对 很好 那往下的话呢 他肯定会问说 do you like your cities sorry do you like cities 你喜欢城市吗 尝试一下 跟刚刚那个什么job啊 那些东西的话呢 就变一下啊 easy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啊好 同样的话是一个 有一个heavy workload啊 但我会觉得人家问你喜不喜欢城市的话 城市跟heavy workload好像没有一个具就是没有一个闭切的这每个联系 那你不做就没有heavy workload了 那你在小地方的话也可以就是耕田种个田也很重啊我觉得啊 好那从这个方便的这种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大家有看到啊 easy access啊 就这一块 然后的话像什么娱乐啊 这些啊 交通啊 也是啊 时间上面的话呢 可以就是很省时间 呃我们不说low time efficient啊 如果是说 比较是说commuting is low time efficient 那其实这话就讲的是说会不省时间是吗 那应该我们可以用什么呀 就他应该是我不喜欢城市啊 因为的话呢 这个交通太不便利了 上班太难了啊 这个通勤时间用的比较的多 就是说那个我们用的是什么来着 对time consuming啊 ok好 do you let's let's talk about movies do you like to watch movies when you were younger 方便 我们想到从方便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用的是 呃 怎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do you like to watch movies when you were younger 我不让大家说娱乐啊 我只是说这个方便的话 你觉得 嗯 anywhere anytime stress reducer yes stress reducer 可以啊 减压神器是吧 但这个 嗯 好 那如果是说 我说那个 我家就很方便啊 就我家附近就有个电影院 可以吗 我发现大家就是 讲的话呢 是那种 嗯 就是你你小的时候的话呢 喜不喜欢看电影呢 然后说啊 喜欢啊 因为的话呢 他可以减压 然后的话呢 他可以就是改变我的认知啊 那呃 这个的话就从这个电影本身的 那如果是那种就是比较 比较粗 就是比较呃 就是简单的原因 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原因啊 就可以就是说 嗯 我们不说 easy access to the theater 有点有点文绍绍的啊 你可以对啊 你可以就是说这个 嗯 not affordable 这个家里面小时候的话 比较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付不大其钱啊 那如果是说方便了这个的话 你可以说close to 嗯 there is a movie theater near our house near our place 我们所以的话 我们经常去啊 旁边就有个电影院 所以的话 我们经常去 这个也是可以的 嗯 口语的话 就是多少个方向都行啊 好 那如果是说 从这个家人和朋友的角度上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说呢 你想说 喜不喜欢看电影啊 喜欢啊 因为那个 家人和朋友啊 对啊 这种的话呢 是一个quality time嘛 就是家里的话 就是爸妈妈经常会带我去啊 然后 呃 我们就是 这是一个 很好的 我们就是互相建立联系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或者这是一个增进我们家人感情的这个机会 这个更像人化了 that is a good way for us to maintain a strong relationship right 好 那这个刚刚和大家还用了一个就是bond的那个词 是 bond with bond with 啊 这个就是一个动词的短语了啊 这个从家人和朋友的这个角度 好 那这个是 已经到movie的这个话题了 再继续往下啊 是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concert before have you let's talk about music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concert before concert是这个音乐会的意思 还是方便啊 你能够想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不说钱 先不说钱啊 我们先说方便啊 it's a small city so it's the 那个是知识方面的 nearby可以啊 那如果是说讲了方便的话 你可以是讲的是这个是一个大城市 然后啊 我们比如说我们深圳的话呢 就就是有很多很多体育馆啊 经常有各大的明星的话来这边 那同样的话也是可以啊 a theater near my house 跟前面那个题目是一样的嘛 就跟 do you do you like to watch movies when you were younger 和have you ever been to a concert 本质上是一样的呀 你有没有去做过一件事情啊 如果讲到方便的话还是一样啊 就是这个旁边的话呢 就这个家里面旁边就有这么一个 theater的话经常去 所以我才把它放在一起啊 好 那再看一下 如果是说 讲这个在我家旁边的话 不说在我家旁边 就是就五分钟路程 你走过去就可以了 五分钟路程 这个怎么说呢 对啊 five minute walk it's just five minute walk from my place ok 好 或者是说 这个是在步行路程之内 就走过去就可以了 可以说within walking distanc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不需要说of my home啦 因为有点多余啊 就是你说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就可以了 you know the place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to go there 就好了 因为比如说你就要go to the city swimming pool to swim 就多余啊 我去游泳吃游泳 那感觉那你难不成你去游泳吃吃饭啊 就是类似这个感觉啊 就多余 就是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就好了 好继续往下 还是一个方便啊 what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your country 通常一听到这个话 大家脑海里面就想要是说 什么是most popular sport 然后要讲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不一定 我们看一下what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your country running啊 为什么呢 问过去式的话题 肯定要问过 大致这个当然啊 好 广场舞啊 嗯 广场舞不算是一个sport啊 running OK 呃 这里的话呢 是呃 那你的这个原因 比如说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呃 方便的话呢 可以觉得是这个地 就是这个呃 地理上的方便 那能想到什么哪个词吗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啊 对就是丢丢给说这个 anywhere anytime 你可以随时水地就可以开起跑啊 那或者说跑步的话 也不需要任何的一些设备啊 所以的话可以随时跑 就是anytime they won't 呃 我想问一下我很好奇的 就刚刚我的阿里旺旺就是盯了一声 大家能听到吗 哎呀 OK好 Let's talk about sunglasses Do you like to wear sunglasses? Don't Don't 因为它不方便 好 如果它 我说它不方便 那可以用 Inconvenient Yes Yes It's inconvenient 然后 那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举个例子 它怎么个inconvenience了 Have no access to 啊 我们不用这个词啊 不用这个 这里的话就不用这个词或啊 我们就直接说 It's an inconvenience 那怎么个inconvenience法呢 你就可以就是说啊 可能啊 每次在就是每次都忘记拿啊 或者就是啊 每次都忘记放回去啊 那这个是好 那如果就从这个嗯 钱方面去说呢 它太贵了 Fricy Costly 买不起 但是我觉得 哈 Sunglasses 这个大16161说不合理 怎么个不合理的 我觉得这个太阳眼镜可贵啊 在在澳洲 要是没有保险的话 我基本上是不会碰这个太阳眼镜的 三四百澳币 那就人民币一千多两千了 太阳眼镜很贵啊 几十块的太阳眼镜 不要买 弄坏眼睛 OK 但是的话呢 还是就是就 如果能够支付得起的话呢 还是要买的 或者是说可能就是 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不足吧 但是就我知道的 好像就是有用的话 反正就是那个 多少多少钱呢 都挺贵的啊 贫穷也限制了我的认知 但我就买不起 所以的话呢我就 但是我想要了 我以后 但我知道它对这个身体的话呢 就是有 这个是有好处的 It's beneficial to my eyesight 可以是这样子啊 对身体有好处的 因为你后面还可以讲更多啊 说这个不是很方便 或者是说这个钱的话呢 太贵了买不起 但是我就知道 它对我的这个眼睛 对我是有好处的 这个是 呃 Can protect my eyes Can protect my eyes Can protect my eyes 所以的话呢 如果我有钱了 If I have saved enough money 存够钱了 我会就是买一个啊 那太阳眼镜的这个 我说买一个太阳眼镜 英文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眼镜眼镜啊 有两个圈的 A pair 对 A pair of 就好像这个裤子的话呢 也是a pair of 对 a pair of sunglasses 你就不要说a sunglasses 就好了 好 那呃 这个方便的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就是练到这儿 我们看一下这个 嗯 健康方面的 嗯 其实每一个题目的话 刚刚那个追溯的方便啊 什么钱啊 那些都可以啊 Do you like your work? Do you like your work?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啊? 好 假设这个是健康方面的 decent jobs的话是钱的 就well pay的话也是钱的啊 这个健康方面的 如果就是说 over time OK 我们昨天说的啊 这个work over time it's a demanding job demanding的话呢 嗯 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健康啊 那像是说哎 如果就是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就是说他不需要我熬夜 那你不喜欢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需要我熬夜对吧 那嗯 学生的话不会问到你的这个work啊 那会问到你这个study 但是还是一样的吗 工作学生其实是一样的 就用的词货的话还是没差啊 嗯 对 you have no time to do exercise it's very it's energy consuming 很就是很好这个经历 sidentry lifestyle 这个刚刚看我说是学了就说了啊 sidentry lifestyle就是久坐了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i'm sick of it i'm sick of it i'm sick of it because i don't like um to live a sedentary lifestyle 那啊 学生的话同样也是 学生也是一个久坐的这么一个啊 东西嘛 学生的负担还是一样啊 workload啊 workload不一定就是指的是这个工作的这个 啊 heavy workload还是一样的啊 ok好 那刚刚那个如果是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那我们反正前那个话大家马上都能够想到的 如果我说呃大家想一下家人和朋友呢 家人和朋友 do spend less quality time with friends um have a poor relationship ok 那如果我说这个关系就会不好 刚刚讲过那个哪一个就是反身反面的词的话 你都可以用到那个动词 我们讲这个关系不好的话可以用 对啊suffer 对 relationship suffer 就好了 直接一个suffer就好了 relationships suffer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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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talk about color let's talk about color um do you usually wear clothes in your favorite color yes 因为会有一个好心情good mood 那这个其实跟健康吗 健康 健康 不是说身体健康的话有这个精神的结果健康就是这个心情好good color ok 好 那如果是钱呢 你觉得这个你最喜欢的这个color 说不定你喜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color 就太贵了买不起我就我就只有一件 什么紫罗蓝色啊这个 这个 对啊 比如说紫罗蓝色你不会说I don't know the name of the color but it's like a purple but a light purple it's very expensive i don't know why 然后也是可以的 那主要就是你可以就发散你的思维啊 其实无所谓啊 ok好 那呃我们的这个练习的话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的话是练了一个方便朋友和朋友和家人 然后的话呢是这个健康就是三个topic 那我自己在写完的时候的话呢我发现大部分都是用这三个topic的这个词火 那十个思路如果十个思路你都觉得有点多你就先从这三个的这个词火先就是背起来 然后平时在练习这个pot one的时候的话呢也先从这三个思路去想你肯定能够想得到的 金钱的那一块的话呢我没有就是说就是主要是因为嗯金钱呢时间这个大家马上都能够想得到的 应该很多词的话就是你本来就已经会了的所以我并不强调那个啊但是家人朋友啊方便啊健康啊这三个的话呢可能是次熟悉 你就看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就是更加哪一个的这个熟悉情况如果你已经熟悉了不要学OK 我的这个主旨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是说哎老师你刚刚只是假设我的这个金钱和时间那方面就是会啊就不是方便其实就是时间啊就刚刚你就是假设我的这个金钱那方面会了啊 但其实我不会那么的话呢你要先先去背钱的那个因为那个就是更加的就是更加重要嗯就更加的就是嗯应用广泛一点点那比如不仅不仅是个人啊还有的话呢是这个政府你想要怪政府怪完之后发现就是啊其实的话呢就是这个也很难去怪他 因为就是因为就是没有方便那人家没钱就做不了事那这个嗯也就跟我们普罗大众的话也是有关系的啊或者就是你真的就是要怪他 就是说哎用我们的钱然后也没有做事情那这个嗯就所以不管学校的话也是一样啊家庭也是一样啊比如说那个你觉得这个家庭家庭教育重要吗就是重要啊那父母应该要陪伴小孩子吗好那大家来想一下我们想了钱的那个父母应该陪伴小孩子吗大家都会觉得是不就是嗯应该对吧 但是这个世上有那么多应该的事情吗你我们就要说不应该不应该又从钱的方面去想你能够想到什么东西呢 对啊那可能就是对于有些家庭不是那么的现实呀那对于贫穷的家庭不那么富裕的家庭less love 那你花了啊那你花了钱你花了这个时间那就会影响这个工作那你就不能够没有没有办法去赚钱 赚高一嗯这个赚钱我们刚刚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着 赚好钱还是翻译奇怪赚钱多啊 赚好钱对吧那你不能那这样子你就不能够让你的家人有一个舒服的生活 整一个就是完整的可以打一下啊不能让你的家人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不能我们用哪个词 对啊可以啊 fail to provide a family a decent life可以的 um then the family will fail to live a decent life with fail to live a um to have fail to have a decent quality of life 那这些词货的话都可以就是连在一起了啊 啊白云钱的那个的话先去呗 嗯如果是说没有就是那个没有掌握的话呢就朋友会 先去掌握哪个再加上朋友家人还有方便和健康就这就是四个啊 然后其他的话呢在呃酌情吸收作为一个老师你肯定就是吸收的越多越好啊 越多越好struggle with yep struggle with也是一个很好的词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呃之后的话呢有时间的话就是在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过了就是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part one的这么一个topic吧 然后这个也不难之后的话我们的小顺势员也会去练习 就不需要大家花十分多的时间啊 如果你是在未来的一周就可以把这个part one就弄完了的话呢 你可以剩下有完全很多的时间的话去弄这个part three啊 嗯嗯OK那基本上就是大家拿到了这个资料的话呢 会是这样子你会看到我后面会写到方便方便方便 你就看到到非常的多那呃这个如果你看到我给你的方便这个提示啊 那你就是哎这个也能用方便那我怎么样去回答呢 尝试去回答一下那其他的话呢也可以就是你自己看了这个问题就马上就有思路的话呢 你也可以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不一定就是要去照我的这一些的啊 part one一般就是说两三句就可以了 你看这边的话就是两三句啊不需要去延长 因为这个哦之后也会讲到啊这个课程里面会讲到通常都是这这些思路了就跟我们昨天这个思路的话是不变的 而且更加容易一点点因为在part three的话呢你还要去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还有就是这个感受啊这一些因为你要去举例的话呢你还你必须会用到一些就是我们小黄书里面的一些topic就是topic related vocabulary 那可能用一些嗯比较像是这个十个字就是这个文档里面的这个字的话呢会有点就 general就比较我们是概括性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个detail 因为同样是方便的话呢讲到这个交通的这个方便啊还有是这个呃学习的这个方便啊 还有就是你健身的这个方便啊就可能都会不一样 这种的话就会跟每个topic就会相关啊但是这里的话呢这个part one的话就是啊两三句就可以了啊 你当然可以从不你当然可以不从方便的角度说我刚刚讲的那个点就是一样啊就是你只要有有思路去回答就可以了 你甚至可以不从这十个常用思路上面去想啊我们的这个目的只是为了就是嗯轻易就想不到答案的每个同学提供给你的思路 因为你的思路可以十分的清奇就没有关系就只要你能回答问题就可以了啊 啊 雅思哥上说三十秒以上三十秒以上啊这个我觉得会不会是我们看错了应该不要随便误会人家应该不会有人说三十秒以上吧 像我的这个语速三十秒可能就是把可能把part one他要问我全部问题都给那个都给都给说完了啊 对那这里的这个是要自然一点的话呢就part one你去想一下那比如人家问你where are you from 那我问我问大家一下哎呦好像这个问题没有问过大家大家是从哪里来的大家现在就在哪一个城市 大家现在哪个城市呢 你看你看你看你们对我就不热情啊就没有一个人说什么三十秒以上的嘛对不对直接的话是说什么广州啊合肥啊就是这样子你的中文的话人家中文大概是问你会怎么样去呃我们还有个东京啊啊就你中文你会怎么样去回答人家那你也是这个 你的英文也是这样子去回答啊不需要去那个去拓展那我刚刚看到一个叫乌鲁木齐是吗哦原来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啊这个原来是这样子写啊就乌鲁木齐是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名字对不对就不是我们的拼音好有有这个见识又比较少啊 对长知识啊啊就那个乌鲁木齐啊好那比如是说你说啊这个乌鲁木齐就讲完就讲完了你不会说啊这个我就来自乌鲁木齐了然后是在新疆吧说起来非常心虚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在中国的这种就是西部啊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啊 嗯不要讲出来都是天见有很多羊肉反正就是有很多美人很多帅哥的每个地方后面那些的话你就不要再说了就是不重要你也不会就是说啊大家好我就我就来自于深圳啊深圳这个城市的话就在祖国的这个南方啊就是这个改革开放什么什么就就就受福地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菜肴比较的这个清淡就这种的话你必须要 讲到后面那种还是才能够讲到30秒以上基本上不可能啊就是两三就是两三句话就可以了如果像是城市啊名字啊这个我待会也会讲这东西不计分的就是啊我问名字这些话就不计分的那如果是说hometown这个的话呢如果是问你的家乡在哪你来自哪你如果是出国考试你会收到这个题目你就直接说china就好了你不能够你不要说china which is a great country啊就又自大又没有必要啊ok 好这个是part one那大家就是以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自然怎么来那part three的话呢你就不一样了part three的话就是自顾自的说那其实关于说哎我说多了那行不行呢没所谓的 因为说多说少问多少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考官自己去控制了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十分的热情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深圳啊 然后你非常热情的之后考官会就是挺你的啊在part one的话呢会考就是三个topics啊每个topics的话他都要问到那第一个topic的话肯定就是要么是你的这个工作生活要么的话呢是你的这个hometown或者是the place you live 那其他两个的话再去选啊那可能是thumblasses也有可能的话呢是cities那既然要问完就是三个topics每个topics大概都要问就是那么几个问题的话那你是不可能能够说的很长的但其实说说到尾人家说30秒以上人家让你说30秒以上好像你也不能够说人家就是错了吧 因为你因为你说多的话考官会挺你的嘛就反正都无所谓啊但是我就建议大家平时练习的时候就是把那种就是你中文的话就是装在这个脑海里面就是中文人家这样子问你的话你会怎么答你就怎么答一般的话就就是再加多一两句就可以了啊有的时候就是我都会用一个单词就回答完他然后后面的话再补充一句就可以了如果就是觉得有意思的 一个话题的话呢再多那么一句就OK了啊好那解释的这个的话呢就是多一句就我这边的part one的解释就只是一句话这个跟part three不一样那比如说你喜欢你们的程式吗就是yes or no这个就是直接的回答那这样回答是不够的后面还要加上一两句话这个是part one的解释的意思啊那答题的框架的这个的话呢 是这样子那我之所以把这两个放在这里你会看到跟我们part three就PPT是一模一样的我把这两个放在这里的话呢是因为你在part one的话是有可能会被考官问why的这个没有什么好惊讶人家问了我们就答就好了也不要是说哎老师我在part one人家就狂问我why是不是就是我就分数就会有受影响呢没有什么好受影响的 人家就是可以问你why每个part one的题目后面其实都有那个why or why not就是那种如果你简单太简单回答了或者是你回答一个就是让人有点就做不着头脑这种人家问你就why啊比如说do you like a city?yes 你这样子说了人家肯定就说why啦如果说你回答no然后后面又没话了他就会问你why not那这个是要去稍微去提醒一下的但是这个框架就不重要那好那刚刚的话呢就是重点就是我们本节课就重点就是练习的那一块就是用十个思路 你就可以搞定这个part one了而且是十个思路那个词火基本上也可以去搞定了那现在的话呢就讲到就是另外一些就是细节性的类别的那这些类别的话呢你需要去另外再去记一些一些就是词啊比如说像是这个how often的这个是我需要去强调的其他这些的话呢就比较的容易那像是什么where啊who啊how啊这个我相信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how do you feel直接的话什么happy啊那种就是情绪类的词的话大家在这个文件里面就已经有了啊那但是how often这个的话呢就是需要我们额外去记只要去问你how often你肯定都要说一些频率上面的词那你你记住一两个也可以比如说你如果是说不想记那么多人家只要问你how often你都可以说seldom对吧regularly 就是你就记一两个就行了就你就记一两个就行了就do also就regularlya lot of timea lota lot也很简单吧rarelyok很少啊好那稍稍有一点点就是需要就长一点点的话呢像是这种什么啊每周一次啊每月一次啊once a weekonce a month就是这一个就有点难其他的就还好吧every every day every week啊most of the time不可以啊most of the time的意思是大部分时间如果是问你频率的话你还是要去说一下这个啊多久一次啊对on a daily basison a monthly basison a weekly basis那这个写下三个三个on a daily bas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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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点 ok好这种就是另外一类但是你讲完这个的话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你去回复就yes or no的那一部分后面呢你还是要去再加多一句的比如是说how often do you visit the cinema 你常常去这个电影院就是你常常去这个电影院就是你多久去一次电影院呢你会说how often because it's too because it's too pricey啊那这个就是后面再加多那一句的话还是要回到呢十个思路上面啊就还是要用到那些词或词对啊ok好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下这个复习看一下就有些什么点的话 就是我去强调的那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呃前面两个就是每一节的话呢都是呃满满的那个就是呃知识点就是干货会比较的多一点点所以大家可能听一遍的话就是交话不了可以再回去去听一遍那我这边复习的话就不可能就是花个十来分钟的时间可以把之前所有东西都会复习完的 所以我会挑出一些重点大家去记住就有可能的话是大家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会忽略的一个点呢比如是说第一个是听不懂的这个事情大家在练的口语的时候的话很有可能就那种就会依赖这个文本就比如说昨天就是pop 3的时候那你很有可能的话就看了这个文字你会忘记了这个点我不需要花时间去强调所以我花半个小时那这个效果的话还是一样的但是你就会记住了你要记住你听不懂这个 很有可能是你的问题那这样子你有两个需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录音那个问题的话呢就真的要先去听不要去看文本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自己去那个打卡的时候的话呢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一遍就呃人家读懂了就你听懂了然后你也去说一遍这样子你会更加的熟悉他常问的一些啊话题那你说常问的一些提醒啊 那常问的一些提醒或者就是说大概是这个area的话它会往哪个方向去换你也会有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强调这两点那小程序的题目我听不懂你听呃这边五遍的话呢就我就觉得有点多啊三遍呢就是三遍我就真的就是听不懂的时候的话你就看一下这个文本但一开始的话你必须要去听 然后再去做一个回答那像是哎这个是 然后的话呢这个part one的话呢你要熟悉这个题目的这个主题词 我现在看到这张的话应该就是我露错了这个呃我们的part one了应该嗯那主题词的话是那种嗯比如是说let's talk about 然后后面就会出现那个主题词了比如let's talk about someglasses那好someglasses这个词的话呢你就一定要知道要不然那后面再去问说do you often wear some glasses 那你就会一脸懵你就在讲什么而且他的话呢是不会去换一个topic的那你就只能够在这边就会遭殃了啊那 但是这个应该不难就你跟完这个小程序的话呢这个所有的主题都会遇到所以就不会就是呃有不熟悉的这个主题词 但如果你近两天就去考试了那我就是稍微再做一个提醒因为呃基本上每一个季度的话呢都有学生就是听不懂这个topic词汇 然后就后面就是一连串都是蒙的就好像说嗯有当你紧张的时候甚至有同学的话呢这个什么popularity也没有听懂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呀知道你除非了人家换了一个字眼你才能够听懂那但是 哈哈哈第一次考试没有听懂这个bood啊啊plant对吧嗯bood就是嗯boring的那个厌烦的那个词啊 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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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度没有所以应该还好那还有的话呢plantplant那个是植物的那个的话呢嗯就说很多就重复了很多遍啊那之前有同学的话就把它听成那个plan就是那个计划的那个词 对吧啊对对对对对就叫plantplant什么那我种个计划那这个就会引起误会啊好这个就 完整的参考素材那不可能是在这两天的了这个跑完跑我们之后再说啊口音不同会反应不过来 那么先是熟悉这个呃音音嘛那美音的话就是plant是什么什么嗯plan就变成那个add的那个音啊 这个季度不是那个呃亚斯哥的那个题库的话呢客户就会就是分享给大家啊啊那但是我的话呢是变成了那个excel不是变成了这个word文本然后方便大家去做一个笔记 但是这个出处的话呢就是亚斯哥的我要就是呃呃先说一句这个呃呃出处大家可以先去熟悉那个话题 那我们小程区的话呢就会每天去更新这个素材了啊好 不好变成暴子了 ��3有啊现在也有啊嗯好那这个单词的这个APP的话就是如果你对于就是那个那些单就是刚刚 sandwiches 大家讲的那些单词啊 或者就是part one的这个单词 这个主题词 你是有这个不懂的话呢 你要就是 我觉得这个单词量本身 应该是不够的 那你要去用这个单词app的话 就背单词 因为那个主题词的话 应该是没有男词才对 如果有 你肯定的话 这个词汇量是不高 那这个词汇量不高 这件事情会更加重要一点点 你后面的话 可能有很多的题目 可能都是会听不懂的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要对就是技术不好的同学的话 去强调一下 我自己的话呢 是强 我自己是推荐 就是这个快乐的乐 然后是词汇的词 乐词 这是进入关系的 还有的话呢 像是这个墨水 对吧 墨墨啊 墨水的这个墨 还有像什么 其他的什么热 扇贝啊 对啊 扇贝 就有一些 扇贝 扇贝 就这一个啊 还有白色战 对吧 白色战也是 都行 无所谓啊 就是白色战 测出这个词汇多少 我不管你测出词汇多少 如果在口里的这个topic words里面 有你不会的 那你就是词汇量不够啊 那这个就赶紧背起来好了 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算你测出来两万 那个就是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词啊 那注意一下这边的话呢 part one就是你去让考官去重复的话呢 就是他只能够机械的重复 比如是说 Do you like cities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假设你听不懂 说excuse me sorry pardon 不管怎么样啊 那他只能够是Do you like cities 只能够机械的重复 那有的的话呢 有的考官的话就是不管 你就直接的话就是 下一句 就是问的是下一问了 那你也没有关系 你不需要心里面有什么这个 就是小九九的 然后他问你下一句是什么 直接的话就回答下一句就可以了 我只是提醒一下 他没有办法去解释 你就不要去问 让人家恼火的问题了 Could you please explain cities 让人家就疯了啊 就是反正人家就不会给你explain的 那你就何苦问呢 就这一个机械重复啊 好 那再去要去强调的一个事情的话 刚刚的话呢 是前面的一些词汇的东西 就听不懂问题的这个 主要就是听不懂 因为词汇量影响 在口语里面的话 我就只care 你就是肯定会听不懂的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实态的这个事情 在题目里面的话呢 问的如果是有过去时问 那你肯定就是过去时回答啊 那其实这个的话呢 你不用去 就是你听的时候 肯定是认真去听啊 但是我们自己去训练的时候的话呢 只需要去训练 我们对过去时的这个敏感度就可以了 那这个不规则动词表啊 如果是这个表官就不熟悉的话呢 这个是在我们第一天的这个小程序里面 然后我有下载到这个C超的这个群空间 那基本上问的问题啊 如果是什么 Did you啊 Have you done that 那这个 你都有可能遇到这个过去时 如果你常常忘记这个过去时 你可以就是把那个文档 就是拿选择一个段落 然后每天的话呢 去说一遍 你甚至可以把那个小段落的话呢 就背下来 不是一整篇啊 就一小段落就是背下来 然后这样子 你在路上呢 等公交的时间呢 就可以去 然后结合我们讲过的这种发音知识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怎么了 打个问号是什么意思 卡了一下啊 现在呢 我这边我这边没反应啊 这边他没有说 因为一般卡的话 他会叹叹叹叹一下 好卡了一下 我就重复一下 我刚刚讲的重点 我刚刚讲的重点的话呢 就是背时态段落 背小段落 一段落 每天背 如果是说经常忘记是胎的话 一个段落啊 OK好 那分层的这个句型总结 这个的话呢 就是啊 因为前面那个过去时的话 就针对于全部的 那这个分层的话呢 其实也是针对于全部的这个 嗯 嗯 每一个部分啊 昨天我是在Pulse3的时候的话 强调了这么一个分层 那么主要是因为你可以快速的去拓展 你的这个思路 那Pulse3尤为就是重要 就因为我们大家常常就是说 Pulse3想不到思路啊 但是这个的话不要忘记了 他在前面你的Pulse2也可以去运用的 比如说你在讲你的感受的时候啊 前面我们如果用这个九句法的话 你感受可能一句话就带过了 但是如果是说 你那些细节什么东西都想不到的话 你感受的那一块 你觉得哎 我觉得这个嗯 就是这个呃 告诉我们全部事实的话 这个呃 就事实这个事情 其实可能他没有那么的重要 就分场合 那这个也是自然的话就可以分开了 然后的话呢 Pulse1就 Pulse1的话 你就不需要用到这个分层的了 我个人觉得 那但是怎么就是 还是有一个分层的一个原则 一个就是呃 指导思想在的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就是那种 还是那种啊 啊 那个呃 你喜欢城市吗 你可以就是过去和现在 这个就是分一下 如果就是啊 yes I do but I used to hate it 那这种的话就是过去跟现在 你自己分开了 那如果说你喜欢去这个concert吗 嗯啊 喜欢当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喜欢 但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就算了 反正就是浪费钱的这种啊 你喜欢经常出去吃饭吗 和朋友的时候喜欢 那自己在一起的话就不喜欢 就这个也是可以就是用到分的 只是但是他不需要你刻意的去应用它 那但是没话找话讲的时候的话 可以利用它啊 好 三次呢 这个句型总结的话呢 我们在那个呃 文档上面应该也是有的 大家可以能够就回忆出几句吗 it depends肯定就是一个了 但是这个这个字句整一个都用一个 it depends又很无聊啊 还可以用句型 昨天讲的话是那种 就你不需要用到这个句型 你直接分就好了 不需要说啊 对我们昨天讲的是一个直接分 好 那如果是说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直接分你得用到一些词呀 好 好 看五六了 这个 这个听课 对好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你就记住一个 vary就好了 vary的这个词 这些的话呢 就会vary这个词 我们可能会少弄一点点 我就指出这句就可以了 其他的话呢 像什么 oh we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about that um individuals vary 就是这一个词吧 um it's different from individual to um individual it's different from 那这个也可以啊 好 那这个是分层的这一块 大家就是我之所以要做一个句型总结的话 就是如果那个不是你常常思考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从这个句型出 啊 入手 就慢慢的一小步 step by step 那我常做的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如果就是他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句型 而是一个会影响我思路的这么一个句型 那这个他的这个好像投资回报率会更加大一点点 我就把这些东西 比如说结个屏啊 或者就是就自己再打一遍 会用那个手机的那个app 会生成那个壁纸 就锁屏壁纸 因为我就算不愿意去学习 我每天就是要去打开我手机 去看到锁屏的那个屏幕的话 还是比较的多的 那就是其实是这种叫做被动学习啊 就变成我的这个屏幕 这样子我每次看的时候的话呢 我就会再去在内心的话再去说一遍 这个是大家在学表达的时候 学句型的时候的话 可以去利用的一个小贴士啊 那还有的话呢 是在这个九句法里面的话 每一句法不是也是有配对一个就是一些句型吗 同样的也是可以就是截个屏 或者是说再打一遍 然后就是就九句的话 其实就是九个句型而已 那就是放在这个屏幕上面 也是可以完美的就是跟你的屏幕就融合的啊 就是连在一起 那或者就是就是说 我不是说那个金钱那个比较重要吗 这个话题 还有的话呢是这个方便这个也比较重要 同样的就是把那两个的话 或者是一个 然后也是放在这个屏幕里面就可以了 就每次的话就是一个重点啊 你看一下你自己需要学哪一些 如果你说你你我你就是每一个都需要学的话 你就先从这个句型开始吧 这个是被动学习的这么一个好处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语音 既然我同学就说的是这个发音和这个语法的这个问题 那这些的话也是学的时候非常的简单的 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情 我可能十秒钟可以就把你这个语音位置的话就会告诉你了 那你也能够发得出来了 那后面你还能不能够继续正确呢 就是看于你后面重复的次数多不多 重复的这个次数比如说你两三秒重复个一百次 也还不就这个为什么给自己弄个坑呢 就几分钟吧 反正就是那个时间啊 所以你就利用一个锁屏 就是比如说V啊和这个V啊 经常这个V发不清 就那个very good那个very well的那个 那经常没咬这个下唇 那你就弄到一个V在这里面 看一遍就咬一下 看一遍就咬一下 这个大概就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你的这个发音的话 这个问题肯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嗯 这个亲身时间 OK好 那这里就是写个字 锁屏 然后让大家就是或者就是用那个什么3M什么贴纸啊 就贴在一些什么书桌这种地方啊 好 那看一下十个思路在Port 2的这个应用 刚刚的话呢 我们在开头上已经指出来了啊 感受一感受二 那这里的这个感受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些感受的话 你可以去 哎呀 哎这个 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受的话呢 你可以从那十个思路去找 比如是说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啊 就还是那十个思路 比如说 嗯 没有告诉你全部事实 假设我说金钱 就我这个事情是什么 我先不管 这事情是什么 我说这个本身东西不重要的 因为它不是能够挑起大量的这么 挑起两分钟大量的这么一个话题啊 但是我的感受的话 我就是打算想 我打算要讲 金钱是万二之元这么一个感受 那你那个事情可以是什么样 没有告诉你全部的事实啊 可以倒过来推 能够想到什么吗 对 你可能的话呢 就会写一个 就是买东西就被骗了啊 比如说买一个二手的东西啊 人家跟你说 这个只是一部分坏啊 但其实的话全部都坏了 那你就觉得这种利益的话呢 这种就是 小人啊 就是这个 然后你的感受的话 就会讲到 怎么可以为了利益的话呢 去做这种 就是伤害人品格的这个事情呢 可以是这一个 那如果是说 你的这个感受的话 是这个 好 我看到另外一个了啊 另外一个说 为了这个钱 没有时间赔钱 但这个你怎么样说 没有告诉你全部事实呢 好 那假设你的这个感受的话呢 是 从 健康上面来说的 假设你的感受是从健康上面来说的 我就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主席教导了 我现在终于就能够深刻的体会得到了 对啊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 嗯 家人生病了的这个 然后什么东西都不重要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这件事情 然后呢 那这边的话 你的感受一 可以是这个健康 是最重要的 然后的话 你的感受二的话呢 可以是这个家庭和朋友 家人的话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可以去在里面挑一个感受 先挑好你的感受 然后再回去去想你的这个part two啊 然后挑完了这个感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 嗯 感受比较好 挑了那个应该是 家人和朋友的这一个 他比较的 管范 能够管范应用 因为你不管说到很多的话题的话呢 都可以是家人跟应用 比如就是还是一个啊 有意思的老人 也是可以让你讲到这个家人 就是家人和 这个朋友的 比方你要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事情就是 你为什么觉得他有意思呢 因为 他每次看到我 都叫我 不要那么努力的去工作 或者就是 呃 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啊 那因为的话呢 这个 你生活的这个目的的话呢 是为了陪家人和朋友 在他的这个价值观里面 然后我也就是 慢慢的就意识到了 就是从他生活就学到了啊 的确的话呢 这个朋友会更加的重要一点点 当你路铺的时候 那些工作 那些钱 好像是帮不了你什么东西的 就这样子啊 从感受去倒退 因为你感受的话就那么几个啊 昨天才明白过来吗 嗯 不 那可能是我就是在第一节课的话 没有去强调这一块啊 但是我在第一节课讲的话 就是说 你就感受的话 总共就那么几个 你不管讲什么样事情的话呢 都可以是那么一些感受 好 那看一下一些就是比较general的一些东西了 前面的话呢 part one就是必须会出现的 就是这个study or work 或者是这个where you live 就是50% 那你练的话 你就是先练这两个嘛 但是都不难啊 都挺简单的 如果你是在海外考试的话呢 就会问的是where are you from 就问你的这个hometown这个地方了 那这里的话我写的是part one 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这个 要做一下这个准备 因为就是may I please have your name 那之前的话may I please have your full name 那full name的话呢 可能就刚进入考场就没什么反应啊 那有同学的话就以为说 因为刚刚也问过他那个手机啊 那前面就是因为在往前的话 会问他这种什么iPhone啊 就digital devices啊 这种数字设备这种东西的 然后马上的话就问他说 may I please have your full name 那就会听成phone name 对吧 已经被弄成那个就是表情包了啊 就是那种 我能不能知道你手机的这个名字啊 手机名字有什么好知道的 不就iPhone吗 Apple啊 就这种 然后我本来以为是那个笑话 你知道吗 因为他真的就是变成那个动图啊 那种就是反正就是展示图那种东西 但后来发现好像真的有学生 就是听成了一个phone name啊 问了你什么名字 直接告诉他名字就可以了 你以外先说姓就先说姓 先说名就先说名啊 然后may I please have your ID ID取得是你的这个身份证 那如果是在国外考的话 就是你这个passable 直接把你的这个身份证的话呢 就是双手递给他就可以了 那再往前的话呢 有可能就是考官会问 你有可能会不问 前面会问说 have you got any digital devices with you digital devices这个词 就是数字设备的这个意思 那像是什么你的这个手机啊 还有你的这个iWatch啊 这种东西的话呢 都不能够带进去的啊 那主要的话就是你还得要听懂这两个词 听不懂的话 其实你后面表现的好 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就是说实话啊 就是我比如说我再重复一遍了 have you got any digital devices with you 然后你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话 我大概心里面就是觉得 你这个水平应该也高不到哪去啊 就是会有这么一个第一印象 那如果我说有就是有经验的这个考官的话 基本上问了你们一两个Po1的话 他已经就知道你大概的这么一个水平了 那Po1的话就是听都听不懂 让我重复那么好几遍呢 那肯定这个水平应该就高不到哪里 所以前面那些的话虽然很容易 就是不管他计不计分 还有就Po1的话也很容易 但是我们在就本来就容易的东西的话 就是练得更加的熟一点 那你更加的自信一点 起码我在这边不丢分啊 那对技术不好的同学的话呢 你也只能够就先从先念这一部分啊 好那其他的话要去提醒一下就是 在Po2后面会有一个Follow-up question 就简单回答就可以了 比如是说那个啊 你买东西 然后Describe something you bought but you seldom use 就是但是很少用的 你讲完了 然后考官的话就要假装 又要跟你寒暄一下 他会说 Do you shop a lot? Do you shop a lot? 那你怎么回答呢? 这个背景是这个考官 想要跟你就是寒暄一下 Do you shop a lot? Yeah, once a week 这个是可以的啊 其他同学呢 是没有听懂我的问题吗? 因为有一个连读啊 Do you shop a lot? 就是你有经常对啊 就是有没有经常购物啊 就是是不是经常买东西啊 那你可以 对,你又说yes quite often就可以了 沙拉酱不能说shop online啊 问题就是有没有经常买 你说在线买 你想要干嘛 就想要跟人家弄一个conversation吗 诶,为什么又有个同学shop online 为什么会有个study english Yeah,你直接回答 sometimes就可以了 sometimes, but quite often not really once a week 都可以 但是的话就止步于此 后面的话不需要再去解释了 就跟这个真的就是简单回答就可以 这个的话呢 也不记录这个分数的啊 那但是另外有一种 那个follow up question 是那一种就是 诶,讲到一分钟就停了 然后 但这个一分钟的话就是 你也不知道啊 但是考官问你的时候的话呢 他会问你就是说 you can maybe you can you can tal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这种的话就是就引导你去讲更多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啊 你就知道你这个时间不够了啊 那继续把它讲长一点点啊 好 那这个是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跟着的问题 你就记得后面有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好 那呃 在最后的最后 要说一下就是其他考场的这么一个事情 其他考场的话 没有必要就对于其他考场有一个就是执着 因为你经常会听到就是说 哎 这个去泰国考啊 就是你也听到我自己的话 就是说我去伦敦啊 越南啊 香港啊 这些地方都考 那不是说因为我那个 嗯 就觉得国内压分要去的 就是因为本身的话 就是你会经常去走到那么多个地方 然后就像是伦敦的那一场的话呢 是嗯 当时在ucl去呃 学那个发音嘛 然后 嗯 发音的这个是 ucl如果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你以后就是你在英国的话呢 就有个summer course什么的 然后你对于这个发音有感兴趣的话呢 我就会推荐他们的那个summer course啊 然后这个主主主理人的话 就是大家现在用的朗文词典 那个朗文发音词典的那个 嗯 editor就最开始是他创办的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弟子在就是在举行 那所以的话 当时要再去 然后周末的时候 就没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觉得啊 就反正你周末的话呢 你不想不不怎么需要去逛那些地方 你就报一个雅思 要看一下其他的考场 这个只是职业所需啊 那像学生的话呢 就是有的同学的话会觉得说 老师我是不是要去香港考 我是不是要去泰国考 如果你是这样子问的话 我会假设你应该是看到了一些 就是其他同学说的什么 国内压分的这种信息 那我一般会跟他说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啊 没有压分这件事情 你就好好练习 第二件的话呢 就是对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说 你看一下老公的这个口语八分的话 就是在深圳这个破考场考的 那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这个就是还是在于这个实力啊 不在于这个考场啊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 就是如果你有钱 那么你就去吧 因为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考场而已 那主要是因为通常对于这类同学的话 他已经心生怀疑了 那么那你有钱你就去啊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给自己留到什么退路了 你就不能够说 哎我这场考了5.5 这铁定是压分 说实话 真的你觉得是压分的话 下部要做的动作是复役 那如果是说 哎我不想要走复役的这个 那我也不想要给自己留退路的话 你就去就是去国外考就可以了啊 OK好 实力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我想要强调的事情 然后国内的话就没有压分这个事情 偶尔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这个 不是那么qualified的那么个考官 但是没有办法 都是命 那这样子的话 课后的话就是 不是课后啊 来到最后的话 你去投诉啊 但我觉得投诉对我们的分数的话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改变啊 那你就做一个复役 就出了分数我不满意的话 再进行一个复役 复役的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了 复役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有就是一定会quadify的 这么个考官去听你的这个语音 这是为什么 我就建议大家在就是 考试的过程当中 这个考官对你怎么样 不重要 你自己打好这个题目就可以了 反正最后的这个 你不爽了 最后人去复役的时候 肯定是一个quadify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是非常公正的这么一个人 去听你的这个录音的 那这个会比较的 就是这个比较正规的一个程序啊 其他抱怨焦虑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啊 复役的话只会高分 不会低分 所以的话你也没损失 高分的之后的话 那个钱你又可以拿回来 对吧 好 那在考试的那一天的话呢 你一定会紧张 不管我跟你说 怎么个不紧张反正都会紧张的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考 就是在考前的话呢 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小程序的话呢 会准备了一个就是模考的这么一个 一套题 那你在考试之前的话呢 建议大家每次在考 就是在考口语之前 都把这个小程序的话 就模考那一天就是调出来 然后的话听了我这个问题 然后直接的话呢 就开始说 然后在小程序里面的话呢 就你还没有进考场 这个手机的话 都没有被没收的嘛 然后也可以利用小程序其他的东西 然后去记一些词货 那这个可以 就是耍一点 就是耍一点紧张吧 因为反正你紧张也没什么用啊 那这个我之所以会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是因为我在伦敦考的时候的话 是在那个威敏斯特大学考的那个考场 考试之前 那个考官突然之间过来 不是考官啊 是那个考场人员 考场人员肯定就是人家 跟 the native speakers啊 然后的话就过来跟我说话 说这个姐姐在紧张呢 干嘛跟我聊天啊 那但是她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聊天的程序的话 就是大家都聊的 不是只跟你聊啊 然后就会聊个五分钟 让你这个紧张的 就是让你就是熟悉一下 讲话的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的话让你少一点紧张 这是他们的这个设置 在国内的话是没有这个设置的 据我所知 我不知道其他考场有没有啊 反正我去的话呢 是伦敦的那个威敏斯特考场 然后我觉得这个设置的话就非常的棒 那但是他的这个 嗯 目的的话 不是让你减少紧张 你去多练吗 那你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达到这个地步 你不用说一定要一个nature speaker啊 就算是一个nature speaker的话 他跟你讲话 讲那么几句 你也不会就学到什么东西啊 主要还是让你这个情绪 就是放松下来 就仅此而已 那国内我觉得就不大可能有了 因为就是你你你可能你的水平的话 比那个呃 考场人员的这个水平的话 可能高很多了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人家一跟你讲 就人家这个是什么味道 就是中国味 然后就可能他会影响到你这个口音 你也不愿意啊 但是你在考试之前 如果就是还没有进到里面的话 有手机的话就用这个小程序 如果是已经进去了的话呢 那就可以自己跟自己去做一个对话 就在心里面做一个对话啊 ok好 考场的情况 这些的话呢 就已经就是非常的多的了 好像不知道 好像昨天有一个同学说的是 这个考官没有跟我眼神对对焦 对吧 那这个就是没看我嘛 对吧 考官不看我啊 或者是考官睡着了 真的有考官睡着 他part two睡着了 人家part two睡着没关系啊 反正人家的任务 就是要知道你的综合水平 那你在part three这个就真实考场 你又背不了的对吧 那就直接问你问题 然后问了那么几个就知道你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他也没有问题啊 那呃真的就是 那么口语营也有好几好几次了 自己带那个班 就在带学家学生的话 有很多个了 就真的有学生的话 反应我之前有一个助教 他都说这个是真实发生的 他说莉莉姐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考口语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睡着了 然后part three的话呢 就眼神都不知道飘哪 完全就没看我啊 就这种一种就哀怨的一个神情 然后的话呢 呃这些东西 我主要想要讲的就是 这些的东西的主语 你看一下都是什么呀 这些的主语的话呢 被考官怼 那人家是考官怼你对吧 然后的话考官睡着了 考官没对我笑啊 考官老口音重啊 考官老问我why 然后的话呢是这个呃 其他或者其他的东西啊 那这些的话呢是 考官的事情 那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然后我在这边的话 弄出一个图片 就是这个是呃 大家录音机啊 就是你要记住 不管考官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是说刚刚有同学说的是 这个考官呃声音比较小啊 我个人觉得吧 如果你让他就是说大声一点的话 他可能前面这几个话题 可能会记得 后面的话可能又忘记了 那可能你还要继续再去提醒他一下下啊 这个倒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控制的 然后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说一下 would you mind 就是 你这不建议呢啊 能不能声音就是稍微大一点点啊 那或者就是我这个 不好意思 我这个听力就是 就是我的这个耳朵啊 最近就是有一些小毛病啊 那就把人家的这个 把人家做的不好的地方 就归为自己的这个缺点 这样子你不用怕就冒犯人家了 或者就是那个 我能不能坐近一点点呢 这个这个 我的耳朵不大好 这样子别人也不会 就是你再次去问他的时候 他也不会有一些不好的这么一个情绪 呃 一般来讲 就是我会觉得 你直接让我啊 那个老师你声音大一点 我会觉得这很粗辱啊 所以第一个一定是please的这一个 would you mind could you please 就一定要加上这个please的这一个啊 would you mind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a little bit louder a little bit louder就可以了啊 peter说呃 呃大陆考了一次等考官 然后考官走过来的时候 跟其他考官抱费说 今天要面对五 今天要面对五个白色 那他应该是说的是这个 嗯 应该是说今天已经就是对了吧 但是大家就是不用被冒犯了 因为这个就翻译的时候 就是在英文里面的这个contact的话呢 不一定就是他就是不爽啊 不过也不排除有就是 加考官啊 好 ok好 那这个是呃考场的状况了 那考场状况的话 我让大家只继续一件事情 听懂问题 好好回答问题 这个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其他的就是呃 就是说呃 就是说其他那些东西的话呢 都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 那这种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就纠结了 那考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就是复役和再报一场 这个是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 最理智的这么一个行为 呃 你再去其他地方抱怨的话呢 也就是对我们结果的话 也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嘛 对不对 好 评分标准的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是呃 大家就是我在课后的话 会把这个评分标准的话 会发给大家 然后把几个那个评分视频的话呢 会发给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真实的这个考场里面的话呢 那大概七分是什么样的水平 八分是什么样的水平 九分是什么样的水平啊 那呃 主要的话 大家看到那个文字的话 就关注一下 就七分的这一块就可以了 其实嗯 你很难够 你很难说 你要会用到多少多少个词 那你的这个呃 分数就到达这里了 那只能够是有一个就是呃 就经验性的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看视频是最好的 那语法方面的话呢 尽量去少犯这个语法错误 说实话 六分语法 七分语法的话 就是如果你都是少犯语法错误的话 就是没差 因为你的这个 比如说呃 同样可能他的语法水平 真的就是都呃 差不多 但是他的用词好像比较的地道一点点 那这样 他的这个词汇分析的话呢 已经到了这个嗯 就是呃 就是呃 七分啊八分这样子 你的语法的话也不大可能什么五分啊六分这样的 那可能的话也是这个哎 你这边那个七 我觉得这个语法挺好的 这个七有一种光环效应啊 那呃 这边的话呢 是fluency 大家在看这个七分的时候 我只需要注意 就是大家注意到其中的这个negative word 就是一些嗯 负面的一些词 消极的一些词 好处是在于你不用对这种气氛有什么畏惧的一些心理 因为这种的话呢 像是这个七分这边 这个fluency这里啊 写的是 may demonstrate language related hesitation at times 偶尔的话呢 你可以去展示出这个跟语言相关的这个疑惑 就是我就算是找不到词 然后突然间我就我就听了一下 我不知道是用哪一个词 这种的hessitation的话 跟language相关的 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你不需要就是啊 我就是犹豫了那么一两次 或者是三四次 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我得到这个气氛 那这个你就看这个评分标准的话 你就能够很清楚的 或者是心里面会更加的安全 就更加的保险 不过对于测分数的这种东西 我建议大家在课后的话呢 也就是考后的话 也不需要去想了 因为没什么意义 别人也不会告诉你 他的那个你这个气氛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想要七分的话 是四个项目都上七 如果你想要六分的话呢 是四个项目都上六啊 那如果说老师 我这个5.5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种话在点评的时候的话 你是我们说你的主要的问题 是在哪个确题啊 你应该是能够知道的 但是考完之后就是说 考完了那一场 那拿到了一个5.5 那这个话你没有办法 是知道是哪一个确题出问题的 因为你任何一个确题 比如是说你这个是五分啊 然后前面就是后面这六个 就是六分的话呢 那这个话就是5.5 或者我发音就是不怎么行 5.5分 那后面其他的三个的话呢 是六分 那也是5.5分啊 那原因非常多种啊 最后的提醒的话 还是跟着我们的 POP1 POP3是一样的 就是想说去练习的时候 听题目 这个是我今天强调的 和这个自己去思考 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的话 课后就会上传这个 使用的方法 还有小黄叔注意的这个 侧重的这么一个话题啊 话题我都标红色了 那还有就是提供一个 就是Quizlet这个软件啊 那如果是说老学员的话呢 应该就是也是直接去 弄那个链接就可以加入了 因为老学员的话 你肯定是按照那个规矩 是是你的这个密码的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 OK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所有的东西了 主要的话呢 是那个用十个思路去 搞定这个POP1的这一点 那前面的话 我们已经花了 蛮多时间去练习 然后去拓展一下 就是每一个 基本上每一个问题的话呢 你都可以从 就是两到三方面的话 你去做一个回应 先去背钱 然后的话呢 是朋友和家人 然后是这个方便 然后是这个 还有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健康啊 就是这三个 待会的话 我会就是在这个文件上面会说的 好 看一下其他的这个 看一下其他什么样的问题啊 软件这个事情的话呢 在文件 就是我待会发的文件的话 会说啊 在下午两点钟之前 也同样的是这个 资料和这个 小程序的话呢 会发出来啊 可以说串情点评还没有回复 我回复了 文件是发到微信里面 我文件不可能发微信里面啊 因为会被就是 会被这个删掉啊 而会被就是串掉 那我都会发在这个QQ群空间的这个文件里面啊 实态段落是什么 我刚刚说的那个实态段落的话呢 是 呃 我们从day one开始就练那个 就是不是day one啊 是从这个呃 开营前五天就开始练这个发音了 那么第一天练的那个发音的话呢 就是过去是跟过去是有关的 所以所以的话那边就配了那个pdf啊 那里面就有一整个篇文章 那就是抽出一个段落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QQ群啊 我们是在cc talk的群空间呢 没有QQ群 不要慌张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刚刚说的是QQ群是吧 嗯 脑子问题 我们就只有cc talk和这个微信群 串题标黄 串题标黄的话 对于新同学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用 对于旧同学的话呢 就是他们这个是旧题啊 接下来每天打卡就好了 对的 串题在哪提交啊 没有不需要提交了啊 之前的话是因为我们第一周直播的时候 就有一个直播小福利 周五的点评还没有回复 周五的点评还没有回复 这个要呃 这个呃 呃 就直接在群里面 at那个呃 echo和这个bobby两个助教啊 这个的话呢 是呃 嗯 这个因为今天是周日了 应该是会 得到回复的了 但因为很有可能的话呢 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最后一天的话会比较的这个人多 所以可能会慢一点点 嗯 弹琴和看书算是一个activity吗 算呀 只有1月5号晚6点前的串题才能回复吗 是的 我已经我本来已经看完了 如果就说错过同学的话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啊 因为那些长错的话 就是长错理解问题 就是长错 来一些中文 be misunderstood a lot of times a lot of time yeah yeah quite often 嗯 这种的题目的话呢 我都已经总结放在一个文件里面了 叫做 常 常见题目理解错误 这个文件 看完之后的话呢 再去呃 对照自己的这个就可以了 而且的话呢 我又去点评很多同学的了 那这样子可以看 我都点净 点评那些同学的话 我都放在精选点评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点评其他同学的话 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太高级的词汇 是不是比较容易是背的 什么叫高级呢 这个题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存在 就所谓的高级词汇啊 这个本身就不存在啊 你只要用的地道用对了就可以了 我上课说到的这种词汇 都是小黄书里面有的吗 啊 这个滴水之海 是不是昨天没上课啊 嗯 这个是在一个文档里面啊 叫做十个思路常见 十个常用思路的这个对应的词货 这个是昨天布置的一个作业 需要大家回去去背的啊 嗯 嗯 那小福利作业如果没有看到我的回复的话 很有可能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我截图的那个时候 就是没有就是根本就因为我会在一个时间点去截图 然后没有看到你去打开 然后的话呢 我就啊不我就没有回复 或者就是你后面再去用再去就是补录音的话呢 可能那个时间就变得很晚了 那就的话我就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同样的你先去啊 你在这个微信里面的话呢 就会告诉我 你就截图告诉我的话 你就截图你自己的这个打卡的话 就是告诉我 我就可以看到你的小村区里面这个名字 然后的话呢 就是同时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去看那个长座问题目理解 因为这种就是这种共性的问题的话 基本上看一遍 你会知道自己的哪些有哪些问题啊 可以把Port123连起来串一遍啊 这个题目我没看懂什么意思 Port2的九句法 回答内容和题目相关就可以了吗 四个问题可以不答吗 这个我觉得其他问题 其他同事都可以回答你吧 这个课上有讲啊 也强调了 这个是不可以不答 Port3可我和素材回答的角度不一样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和我写的东西一模一样的 价值观这种东西本来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困死的是贝单词软件吧 这个这个这个软件的话呢 就是我就把那个磁火放在上面 这个先不用去紧张啊 小程序打完卡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嗯 这个属于技术人员的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 大耳机就可以了 很多同学是因为没打开这个手机啊 课后小程序还能继续用吗 这个小程序的这个使用时间的话就规定了嘛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的呃 就是在这个月底吧 摩考小测试在哪里 摩考小测试的话是在这个小就是我们这个结束了之后才有那个就是课程结束了的那一天就是说放那个摩考上面啊 现在是没有的 现在如果是说你进去要测 那你就你就嗯 弄弄那么几个part few的问题考前的话跟自己对话一下就可以了 练习的时候是不是要写出来part two 嗯 要不要写出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需要 如果是说嗯 一开始你是没有文稿 然后就没有办法去说话的话 你可以去写出一个 但是你每一个都写出来的话没有必要啊 你写一个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理清一下那个思路 你后面要再写的话 你后面就算要再写的话可能也是复制粘贴这种 对主要就是你写出来怎么样呢 考试的时候的话 就你自己去练习书的时候不大可能就是说就是一模一样的吧 所以重点还是那个就是思路啊 剧情要表达那些 一到这个思路了 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话那个剧情就蹦出来了 然后那些磁火的话你已经熟悉了 这种就不需要去背了啊 part two那个interesting talk interesting一定要有需要你发销这种吗 这个我也在课上应该也也强大了吧 这个其他同学能够回答一下吗 因为我觉得 其他同学应该也要知道啊 我说interesting翻译成什么东西 然后也要把那个长错理解问题 就是那边那个文档要看一下啊 interesting的话翻译成有意思 有意思的不一定是会让你发笑吗 那比方说大家都说运动好 那有人的话说禁止才是王道 那你觉得有意思啊 part two一般要重复多少遍 这因而而易啊 如果你前面的话题忘记了 你就你就不用怕吗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怕的呢 你怕你前面的话题忘记 你把话题拿出来 你就看一下哪个忘记的不就知道了吗 焦虑没有什么意义啊 只会消耗我们当天的这个精力 如果是你而且的话 有一些话题你重复一遍 就是你说一遍你就知道的了 那有一些话题的话 重复个三四遍也不知道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来啊 part one的思路没有办法 在一分钟之内写下来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的话呢 这个思路指的话 就是那个九句法的那个东西 然后那个展示的话 我已经就是做了一个展示了 写那些字眼 比如说什么加一啊 什么要点什么一二啊 写完这些字眼的话就十秒钟 然后剩下的其他的时间的话呢 你就写在这个思路后面右边 你可以讲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不会就是说写不下来的 那好 假设的话呢 就是我要写的不是老师 你书的那九个思路 我要写的话呢 是我就是自己在讲的时候 可以用到什么东西 那好 那你在讲自己要用的什么东西的话呢 你要主要的就是要讲你的感受 你打算讲哪个感受 那比方说感受 我要讲的是金钱 那这边的话就写一个金钱的那个符号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讲那个家人 你就写这些东西 不需要写的十分的详细的啊 一分钟是足足够的 用同一个思路来串 Port one two three 所有的问题 这不可能啊 那不可能啊 那我们就算我们提供的话 也只是十个常用思路 也不是说玩尽的这么一个list啊 那你自己在去练习的时候的话呢 必须是Port two过一遍 然后Port three 在练习这个题目的时候 必须是自己听 然后自己去思考 Port three的思路框架 有一个是正面的 有一个是负面的框架 这两个框架可以一起说吗 当然可以啊 就好像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讲了讲了就意识到 就是说 这边好像有一个double stand 我好像就是双标了 然后我就会说一下 另外一面的这么一个问题 报名的时候 小程序保留到四月三十 这不可能的 就我所知 这个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可以跟市场老师啊 就是跟他们就是去确认一下啊 这些天的Port two打卡 都可以求点评 什么意思啊 没听懂 反正点评的话 求点评都是一周一次嘛 Kiddy你就过分了啊 你说口语就差小分 其他姐们在最后两周 怎么样分配时间 就不在我的这个工作范畴之内 作为一个口语老师 我就最希望大家一天 整天都在练口语 你知道吗 就是 九句法在哪里没找到 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我们第一天的这个讲课内容啊 怎么样求点评 这个可以看一下其他同学在微信小程序里面的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就是你在打卡的时候的话就会写上一个求点评就可以了 OK可以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昨天看小鹿写的被辞货是吧 一整天被辞货很好啊 反正你在写作被的辞货的话 最后也可以用到口语里面 哎 其他人好像非常的非常的执着啊 他说总结一下 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的方法吧 嗯 part two九句法 part one part three就是 十个思路 然后框架的话呢 就是原因 举例 感受 没了 好 有同学会说 小黄说 网站资料怎么用啊 这个课后的话呢 我会这个 放到这个文件 就是会上传这个文件啊 就是说小程去保留那个时间啊 反正就是市场部这些 就不在我的这个职责范围之内啊 就是反正市场部老师那边就 还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大家看到的话呢 是什么就是什么 今天的课件 今天课件 你看不到 那个还没下课呢 下午两点钟之前啊 其实小黄的话 嗯 大家都说 求什么小黄的这个练习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也我觉得 我说出来的话 也其实只有因而异 因为你练part three的话呢 都是那么一个方法 但是part three的话 就是在于说 小黄的话 没有像小程师那样子 有那个就是题目的 这么一个录音 你就会少内部而已 OK 行 好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下课了 好像没有看到 就其他的一些方式 呃 九区法是为了拓展思路 所以有的部分 多说 问那有的不说是可以的吧 当然是可以的啊 那我自己在练那个 那我自己在练那个 因为就是就不需要练这个part two了 因为就是在练 就是在说一个part two的时候的话 我直接就是扣完题 就是说 I'd like to talk about 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说 I feel that 那直接的话 就是最后那一句 就是那个感受的那一个 就可以去拓展出 就弄出两个感受 然后就去举一下例子 那这个两分钟的话 就已经过去了啊 这个九句法 就是为了就是让大家 就是没有思路的同学的话 可以多一些话说 那如果你在后面的话 你已经就是说 哎 这个你可以说更多 那其他那句 其他那个句的话呢 你就可以说少一点点嘛 OK 行 好的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先下妈了 大家的话呢 先去快去吃饭啊 嗯 好 谢谢大家说的话啊 多说点的可以啊 随便啊 反正你在哪一个思路 你觉得比较顺的 你就在那边多说 嗯 好好好 那我们继续保持练习啊 行 可以把感受放前面吗 当然可以 顺序也是可以去变化的啊 你弄出一个三句法 四句法 两句法 这也行啊 无所谓 好 那就先这样子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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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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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